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今天被大陸的大床房火車給震驚了 這種火車還配備這麼大這麼寬的床耶 而且這個火車它是雙層的喔 上下兩層 我們台灣的火車沒有臥鋪 因為我們不需要睡覺就到了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體驗那種 從南到北開很久 就是起碼24小時的那種臥鋪火車 我要躺著睡覺 這個火車是從麗江開往大陸的 一張車票是300個 但可以帶兩個人喔 過程中讓你可以享受躺著看蒼山而海 聽說這個火車上面還有酒吧 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走 這裡就是酒吧車廂了耶 這裡有個鋼琴耶 我不會彈 這樣旅行方式真的是很舒服耶 不得不說大陸現在就是這種 對話發展或者是創新等等的 真的是給人帶來了很多驚喜 大陸真的很大 所以才會需要這種列車 可以睡覺的列車 一定要帶著你的另外一半來體驗一下 哈哈哈哈 不要想我 呵呵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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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既然网友分享能收到的菜 这菜长得也太热情了吧 那么大一个土豆子 我猜肯定是山东的吧 已经阿山懂得打仓都又一米八呢 不曾离开 会不会我们的爱 像星辰守护大海 不曾离开 当博热派你今天参加音乐节制 像和爱到的成家 都没你的差 只会超群的玩家 都没你回首 热爱一般摄氏度的你 在英雄武汉快乐飞 博越XO向能量应付季节热爱 X-Man能量风暴 席卷新的时代 银河OS特技数着 爱的节拍 让D08TD舞动每一刻 精彩车在微信 约上朋友一起来 打开电堂之身做天生 博热派 氛围已经浪漫 让我们的音乐节 也介绍到朋友与乐部 与爱故事的新天章 吃饭武汉的太阳 今天绝对散 果然自豪的大看 几里骑车呀 任爱一般 是十度的你 在英雄武汉快乐飞